环球网军事1月30日报道,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月30日报道。 据五角大楼国防安全合作局发布消息称, 美国国务院批准向日本销售总价21、5亿美元的两套宙斯盾反导系统。 该局网站上的消息称, 拟役的出售,将为日本政府提供对抗来自弹道导弹的更为复杂威胁的扩展能力, 并将为其领土创建扩展的多层次防御。 对于已拥有宙斯盾的日本而言, 将该系统结装置其武装力量毫无困难。 消息称,拟役的出售, 将通过提高重要盟国的安全来促进美国的对外政策和国家安全。 重要盟国是亚太地区政治稳定和经济进步的基础。 对于美国国家利益来说, 帮助日本发展和保持强大和有效自卫实力极其重要。 报道指出, 该文件没有对于许多其他情况下的传统语句, 如该类型武器的供应, 将不会改变该地区力量平衡。 该系统的部署引起了日本的邻国中国和俄罗斯的担忧。 他们认为宙斯盾针对的是其武器系统。 第24次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 COP24, 经过马拉松式的谈判后, 就巴黎协定的一系列实施细则达成一致。 此次会议周六, 12月15日, 在波兰卡托维茨闭幕。 代表们认为, 新的系则将确保签署国信守承诺, 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 此次会议通过了一系列执行巴黎协定的纲领文件, 旨在实现巴黎协定的目标, 即将全球气温升幅, 控制在20时度以内, 制定巴黎协定的工作计划, 是一项重大责任。 大会主席库尔蒂卡·米托克·基克, 表示, 这是一条漫长的道路, 我们尽力不让任何人掉队。 发展中国家一直寻求其他国家承认气温上升造成影响, 并进行赔偿。 而较富裕的国家, 拒绝维气候变化担负法律责任, 担心未来会出现巨额账单。 上周, 美国、 沙特阿拉伯、 俄罗斯和科威特, 拒绝接受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IPCC的一份报告。 报告称, 全球目前已经完全偏离轨道, 本世纪气温将进一步上升三摄氏度, 要实现理想目标, 需要在社会各方面, 进行迅速、 深远和空闲的改革。 报告指, 如果要在本世纪将全球气温升幅控制在一、 五摄氏度, 那么到2030年, 二氧化碳的排放量, 必须减少45%。 来自196个国家的代表, 参与了此次会议, 他们试图解决巴黎协定实施细则的棘手问题。 这是一些具体的细节规定, 包括各国如何削减碳排放, 如何向较贫穷的国家提供资金, 以及如何确保各方都落实了答应的事情。 这听上去很简单, 但操作起来并不容易。 各国对减排行动的定义和时间表往往不同。 较贫穷的国家希望这些规定, 有一定灵活性, 这样他们就不会担忧没有能力, 将规定付诸实施。 欧洲气候基金会European Climate Foundation, CEO, 蒂比亚娜-Lawrence Tubiani, 曾参与制定巴黎协定。 他认为, 此次大会达成一致意见, 将对巴黎协定的落实起到巨大推动作用。 他在会议间隙对BBC说, 关键是要有一套透明的系统, 因为这可以建立各国互信, 我们也可以衡量做到了什么。 并且这足够精确。 他认为, 没人能再说不清楚, 或者不知道怎么做了。 蒂比亚娜还表示, 俄罗斯等拒绝加入巴黎协定的国家曾称, 拒绝参与是因为不清楚其规定, 这些国家已经不能再用这个借口。 但是也有一些观察者认为, 气候问题迫在眉睫, 这次协议不足以解决问题。 据路透社报道, 一些政府和环保组织批评会议, 未能促使各国在减排方面加大绿度, 来遏制气温上升。 一些亦受气候变化影响的较贫困国家, 也希望更清楚了解, 到2020年将如何提供已经商定的每年1000亿美元的气候资金等。 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安博尼奥·古特雷斯·安博尼奥·古特雷斯·强调, 仍需要做更多工作。 一些国家一直在大力推动削减更多排放。 许多代表希望2020年之前, 减排目标迅速提高, 让气温升幅有可能保持在1.5摄氏度以下。 目前, 各国在巴黎协定中提出的计划, 远远达不到这个数字。 一名代表称, 这些计划远远不够。 商界也在从这次会议中寻找未来信号。 企业准备投资, 银行也准备融资。 西班牙能源集团伊比德罗拉·伊伯·格罗里·的萨勒·卡罗斯·斯·尔·说, 因此, 我们需要政策上有更高的目标, 让企业能走得更远更快。 资料图, 乌克兰空军的苏-27战斗机。 环球网军事12月16日报道, 据乌克兰军方消息。 当地时间, 12月15日15时, 乌克兰空军再次遭遇不测。 一架苏-27战斗机, 在日托米尔州降落时坠毁。 飞行员当场死亡。 报道称, 乌军总参谋部在脸书上写道, 2018年12月15日15时左右, 一架执行例行飞行任务的苏-27飞机, 在日托米尔州着陆时坠毁。 飞行员放生。 有关情况和坠机原因正在调查中。 今年10月16日, 乌克兰也曾发生一起苏-27战斗机坠毁事故。 乌克兰总参谋部, 10月16日在其脸书页面上发布消息称, 一架苏-27飞机, 在文尼查州失事。 两名飞行员放生。 其中一人是美国军人。 当时乌克兰和北约多国, 正在举行晴朗天空2018多国军演。 此次坠机给该下演习, 蒙上了一层阴影。 运抵叙利亚的俄制F-300防空导弹系统。 《环球时报》综合报道, 当地时间周一凌晨, 叙利亚大马士阁附近, 再次传出爆炸声。 以色列军方此次毫不讳言, 对叙利亚境内目标进行了空袭。 而叙利亚方面则宣称, 击落大部分来袭导弹。 分析指出, 这可能是俄罗斯向叙利亚方面交付F-300后, 以方对叙利亚发动的最大规模空袭。 那么, 叙利双方, 谁是这次行动的胜利者? F-300又扮演了什么角色呢? 俄罗斯今日经济网, 21日报道称, 俄罗斯军事专家称, 叙利亚防空系统, 击退以色列攻击, 是由于俄罗斯帮助该国建立了完善的T-4配置防空系统。 俄罗斯空军前副司令比热夫称, 以色列此次攻击, 是在俄罗斯向叙利亚, 提供F-300防空系统后, 对叙利亚防空系统的一种试探, 采取打击行动的以色列战机, 在叙利亚防空火力会伤区域之外, 对叙利亚防空系统区域发射精确制导导弹。 当叙利亚防空系统进行拦截时, 西方飞机上的无线电电子系统, 对其数据进行记录。 因此, 这是以色列进行的一次侦察性攻击, 以便找出叙利亚防空系统的薄弱环节。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中国军事专家, 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 从各方报道来看, 这次空袭很可能是在俄罗斯向叙利亚交付F-300后, 以色列对叙利亚境内目标采取的规模最大的空袭行动, 以色列方面很可能采取了以防区外导弹打击为主的战术, 而且主要目标选择为伊尔部队的军事设施。 以色列军机总体上距离叙利亚较远, 战机可能没有大规模越境打击, 这种打击的优势在于不必让一方战机处于危险之中, 同时减少保障飞机, 降低了行动组织上的复杂性。 该专家表示,